李美清,您好,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 请您跟我们讲一下,您是在12月23号是被逮捕,并且发了刑剧通知书。 那么请问,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您就被释放了,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? 我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,所有的朋友对我的,进入以后对我的姑女, 然后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,所以他们就把我提前释放了,我是这么认为的。 那您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,您被捕的经过发生了什么? 被捕的经过就是22号那天,因为我是在知道土著强开,就凶害这个, 然后我过去围观看,围观,然后到那以后,因为人也挺多的嘛, 他们是离得反正很远很远的,还要往外封我们,封我们呢, 就是在往外就走的时候,然后有一个人就踩了我一脚, 就他们就是便衣,然后我就追着他,我说你应该想给你造成, 因为踩的也挺重的,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, 你没听你自己听到啊,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生气, 我就想起了,他们就是从2012年就强开我房子的时候, 然后他们对我的非人的待遇,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生气, 本来是普世强,就是因言后退,就发了几箱微博, 说了几句实话,他们就看他有罪,我就越想越生气, 然后呢,我就喊了几句,我就说,普世强无罪,共产党真的就是土北和流氓, 他们这位把我关的这个看众所里头, 其实也是,因为我也没有罪,我有什么罪呢, 我因为我失去的房子,受到了非人的待遇, 被关黑监狱,差点失去生命, 然后他们抢了我房,让我无家可归, 我说他们是无法流氓,一点都不错。 那您被捕之后,有没有受到过任何的虐待或者是审讯呢? 审讯受到了虐待的内容。 受到了什么审讯,他们审讯的内容是什么? 这内容主要就是问我认识不认识普世强, 然后为什么去违光普世强太平了。 您觉得您这次被捕是不是跟您的妹妹在美国维权有关? 应该也有关系,因为在审讯的时候也有关系她的问题。 审讯的时候也问到了您的妹妹吗? 他们问了什么内容呢? 就问我妹妹是怎么去到美国, 到美国都怎么做,或者说她在做什么, 然后问了很多很多问题。 那这次您被释放,您也说跟在全世界各地为您声援的朋友有关, 给了当局的压力。 那么请问此时此刻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这些朋友, 帮助您的朋友说的? 我非常非常地感动, 我非常非常感谢。 我希望所有的朋友再继续努力它, 继续呼吁, 把所有的良心饭都释放后来, 回到我们身边。 我希望更多的朋友, 就是说现在不明事理的人都能知道真相, 让真相让所有人都知道, 然后更多的人都能正义直言, 让邪恶的人的谎言不公自措。 妹妹里面, 因为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, 然后先决的就是走这个围权道物, 直到把我们的合法财产, 让他们规划给我们, 编织到底。 好的,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